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给大家带来的对局是2018年12月4号 在广州举行的第七届碧桂园被全国香气冠军邀请上上面 第三局的对局 对局双方是郑伟同志洪对徐盈川 双方采用的是猎炮布局 同方选择的是炮二屏五 合放马八进七 马二进三 一九屏八 一屏二 合放这时候再走炮二屏五 红方进兵 合放这时候马二进三 红方马八进九 合放局一屏二 红方局九屏八 合放选择炮八进四 进炮风局 风局之后 红方直接平炮对局 黑局吃上了 在这里采货了 采货了之后 合放这时候可以炮打兵 炮打兵过来 描住底下 十张的时候合放并没有走炮打兵 炮打兵也是可以的 先撞个兵在手 十张的时候选择的是足三进一 先把马走活 红方进兵 合放跳马 马上进四 马上进四之后 这里选择吃过来 这里马踩在中兵 炮打过来一将 下四 再踩掉马 这里打一将 打一将之后 红方不是 红方回向 回向来 飞炮 飞冰 红方直接先跳马 如果飞炮 这里马就踩上来了 选择退一步炮 红方再退炮 如果飞冰 那么炮又打足 打足之后压住马 在这个准备下面 合放可以走进一步炮 这起效果比较好一点 浸泡就是防止 红方炮打足 这里瞄住马 如果马走开 跳上来 那么就可以飞掉冰 这时候也不敢吃炮 吃炮之后又散将抽居 以后可以升居上来 这样合放的指令 比较好一点 实战的时候 合放选择的是进足 毒气进衣 毒气进衣之后 那么红冰吃掉 香回掉之后 再进军 下一步准备是 举业品上过来吃香 抓香抓马 先把香退回来 退回来之后 再跳马来对炮 那么炮打掉 打掉之后 这个时候可以用香回 用香回也是比较好 红方选择的是直接用鞠吃 用鞠吃掉香以后 鞠可以穿过来 如果用香回鞠就有意识办法 很难穿过来 鞠吃掉之后 合放进去 合放进去 抓冰 红方平冰 再平均过来抓香 吃 如果这个香一丢再盛泡 这起合放就很满意 红方比较麻烦 平均顶住泡 那么泡直接打冰 再过来一抓 这起又打过来 这样合放就多了两个冰 都是鞠马泡 合放少一个下 多了两个冰 在这个准备下面 花打过来之后 同分補香 要不然要吃底下 下一步直接可以吃冰 这个时候先跳马上了 对马 那么把它上来顶住 踩泡 沉底泡 沉底泡下一步 一要跳马上来踩相 或者是马力进士来踩相 踩了香脏鞠一吃 这里把马一吃 一要吃底下 所以先进一步举 进一步举 这样马就跳不上来了 往这里跳可以顶住 合放先进阻 因为下一步 红泡要打足 先把足跑一步 这里平均守住 守住以后准备冲冰上去 合放平泡 先把泡平出来 合放平一个泡 合放进阻 合放这时候平均过来招 下一步 这里如果是套住马的话 要说这样想套住 合放就可以平均 马一跑 比如说跳回来 合放就可以来对局 这样拿不住 所以这个局面下面 红泡先平均 抓泡 抓泡同时防止了合足摆过来 现在也不能走泡 如果一走泡 现在就拉住 和否没有对局的起 这个马就要丢 所以这个局面上面 徐云川选择的是 抓泡之后不走 直接跳马 这里吃掉泡 看起来好像是跳马上来 塞住相眼之后要吃马 这里要卧槽 这里有个杀棋 不管 跳马的时候 这里要吃冰 红泡可以正好回马 守住自己的冰 这样合放就白丢了一个泡 守住马之后 合放再进阻 进阻下一步 准备进阻赶马 要吃冰 直接吃掉 那么局一尺 这里叫跳马柴局 跳马柴局 卧槽一将可以偏出来 平局一将可以成四 这时候选择平局 抓泡叫杀 当然炮是抓不到 这炮有根 不过这期可以叫杀 下局一将 下四 卧槽一将 再推举四个杀棋 恐慌走泡 这期也有可能 如果不走炮 这里下局一将 假如说身具来守住 或者是下四顶住 这就可以跳马一将 对掉之后把炮吃掉 这样鞠双足 当缺像 对红泡鞠马 这期合放还是有机会 所以这个局面下面 先走炮 走炮之后跳马一将 可以电炮 这时候先跳马一将 偏出来 偏出来再平局一将 如果退马回来 那么黑风也是回马 把这个马一对 红泡要迎起 就非常困难了 红泡没有兵 这马用不上去 所以红泡选择先成四 成四之后再平局过来的招炮 手足炮 这里抗四一将 坐上 再退局一将再退下去 这时候再退局后来 退局后来 红泡跳马 整个马跳上去卧场 这里平局过来抓住 红泡选择推炮 推炮守住室 这里回马 回马踩炮 那么平泡顶住 合法进足 守住自己的马 这里卧槽一将 退局来垫 垫住之后再关出去 合法进足 红泡先进涮 以后走马的时候 不会吃掉四 合法继续进足 把四收回来 再平足 这时候回马踩项 合法平局 这局势平移 如果直接踩项 那么这里有进局一将 下四之后 再挂脚一将 做出来 吃掉四之后 做起来 再回马 再守住 这起合法就占优了 所以这个时候 不能够直接踩项 这个底面下面先回向 回向之后 再平足过来 抓 这时候没有选择连向 如果连向 红泡就显得比较 比较不灵活 这时候选择的是向回边 这样红泡就显得很灵活 以后可以直接平中泡 可以走泡二平六 可以把泡传过去 中路不回向 这个时候向回边之后 这里要踩向 进去保住向 这里再平足抓住 这时候竹也不能逃了 如果竹一逃 这个时候就可以跳马 走马斯金二 下一步 跳马一将 只能偏出来平均一将 不管点什么后面掏个泡 这期合法非常麻烦 所以这个底面下面 只能弃足 推向回去 以后足够跳马 可以顶住 顶住之后这里吃足 可以跳马一将 把马吃掉 这个底面下面 直接先吃掉足 平均抓马 马再跳上来 再平均顶住 顶住之后 这里平均炮一将 平均炮一将 现在也不能够回向 回向不行 下去一将了 也做不出来 只能成四 成四之后再平均一将 还是做不出去 只能再下四 再平均过来一将 平均过来一将 这里要下去将军 那么只能够再回四 再跳马一将 这时候还是不能收拾 如果收拾 这里有跳马一将采菊 只能垫住 再挂脚一将 这样就杀掉了 所以这个局面下面 回马一将 只能偏出来 偏出来之后 再推举 光柱毛 这样就 这马俗都被光柱了 以后可以回马 回马之后把马一采 一吃 这样举炮 对合法举当确相 恐慌是个必胜的棋局 好 这个星期就有讲的 这里 谢谢收看